韩国士兵意外捡到一张一等价彩票 一不绣心 彩票却随风飘走了朝鲜 被朝鲜士兵捡到 于是双方为了死守这57亿巨额奖金 决定月线展开惊险刺激的对讲计划 一场提秀接分的闹剧就此开始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他再带来一部 笑料摆出的高分韩国电影 朝韩交战时期 两国划分了一条三八线都为界线 双方一直在各自领地 向天上发射炮弹示威 眼见韩国又发射了三百发子弹助威 朝鲜立马本着不浪费资源的思想 打开大广播 给韩国播放了一段枪战录音 这番草船借鉴 直接骗了韩国三千多发子弹 另一边 韩国一个小酒馆内 买啤酒服装的彩票 鬼使神差跟着军车 飘走了韩国哨所里 被我们的男主朴兵长剪刀 男主本是农户出身 虽然家装牧场 因为口题倒闭 但他这尝奶变品准的能力 可不是盖的 此时电视中开始摇彩票数字 见到手中彩票所有数字 都完美匹配 男主一时激动地昏厥过去 醒来后 男主像中节一般狂笑不止 战友们都以为他喝奶中毒了 再有一年就要退伍的他幻想 仍能成功领取57亿奖金 那岂不知都是人生巅峰 开心的男主 听到对面哨所朝鲜女兵的声音 嘚瑟地跟他对几话来 还跟女兵写了一篇侮辱对方的诗词 气得对面蹊跷声音 直骂男主是个放屁男 但次日嘚瑟男主就不小心将彩票丢了 眼见彩票飘过三八线来到仇险境内 男主欲哭来却没有办法 而这张放荡不计爱自由的彩票 被仇险士兵李荣浩看到 彩票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被好奇的李荣浩揣进了兜里 回旧站有小胖子帮他在网上搜索了彩票信息 得知能换取57亿含月后 小胖的咪咪眼都瞪大了 而此时要钱不要命的男主 挖开三八线 钻进雷区寻找彩票 却发现雷区到处都是垃圾小纸片 男主来来回回找了数日 依旧一无所获 这时一名吉利福喊住了他 原来是李荣浩 他跟男主商议 让他帮自己兑换彩票 自己的大奖原来是被面前之人捡走 男主立马行使主人权利 赎贝了彩票号码后 想要回彩票 李荣浩当然不同意 提出四天后再来谈判 次着少长却叫来男主 认为他每晚都跑狗动的举动 涉夺了精神病 又小弟将男主送到军医那疗养 没拙 男主只得将送彩票的事告诉少长 还拿出拍的李荣浩照片 少长这才相信了他 得知重点的少长 立马对男主哭诉 自己想给女儿买钢钱都没钱买 母亲的住院费也没钱交 成功求着男主 15%的奖金分成 同样 李荣浩也准备 将这笔钱用于帮妹妹完成歌手梦 小炮则想用钱 帮父母换口瑞士假牙 见面后 韩方提出失误管理法 要求朝方依法归还彩票 但朝鲜根本不认韩国的法律 双方就此谈崩 李荣浩回去时 却碰上茶梗的指导员 得知彩票能兑换600万美元后 指导员也吃了一惊 次日不甘心的韩方 用喇叭喊话要与朝鲜见面 朝方在指导员的指挥下 摆出人体字符 给韩方相亲的地址 韩国三个机灵馆 猜了半天才知道 对方摆的是象形文字 取水取玉 于是三人深夜摸盒 找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朝鲜三人 六人见面后 按照联合国规定收起了武器 几人一起做了PPT 商业分钱的事 但双方都认为自己应该分大头 不愿退让一步 朝鲜害怕韩国不肯帮自己对讲 韩国则害怕朝鲜收回彩票 双方看起来剑拔弩张 十多都外强中干 于是一番咬耳的后 韩方准备使诈 表面同意自己三朝鲜七 实则打算骗走彩票后自己独占 朝鲜憨憨三人组写出望外 立马投你一份协议书 要求双方 届时按规执行三七分 就在指导员送出彩票时 李荣豪却看到男主脸上狡猾的笑容 立马要求停手 得知监记被识破 韩方要求朝鲜宰的松手 眼尽彩票又被撕破 双方都吓得松了手 随便一起扑上去 在黑暗中抢夺彩票 突然取决战灯光大亮 原来是管水的老韩兵 老韩兵为人和善 曾帮助朝鲜解决供水难题 双方都对老韩兵很是尊敬 老韩兵作为中间人 面对双方互不信任的局面 灵机一动 体重让双方各出一名人质互换 成功扔到奖金后 再相互交还人质 老韩兵还告诉众人 韩朝双方军营中 都有一个首遥电话 可以用电话紧急联系 回后韩方三人 剪刀石头不使诈 推出男主当人质 得到结果后的男主眼泪直流 而朝鲜这边 为了不被上司瞧出陌生的男主 准备将男主安排到养殖区 并训练即将去当人质的 理容浩瀚语的用法 就这双方突击训练了 各自的口语风俗习惯后 进行了服装交换 临行前 双方拿出各自的特产美食 一起美美的吃了一顿 如今已是一条纯着的双方 和谐愉快的来了一场踢球游戏 此时众人也顾不得三八线规定 直接越过线 来了场通宵娱乐 朝鲜方还寄兴给大家来了一场 性感流人的女团舞助性 安顿好一切后 韩风寿长安排小跟班出去取钱 但军营中有规定 只有生病才能外出 于是少长想了两个技术 任跟班选 喝变质牛奶中毒就医 还是打断一只胳膊外出就医 小跟班思索后 想干净轻手的外出 于是在重武器中 选择了好上手的枪托 随着一声惨叫 小跟班带着重伤也重托上了路 临行前少长的彩票 缝在了小跟班的内裤中 而此时 刚带朝鲜入伍的男主 被上次叫出来要求讲几句 男主只能把自己背的领导人简话 大声朗诵了一遍 获得战友一致好评 上次却不依不饶地要求 男主表演一场胸口碎大石 眼见男主交为巨石琐碎 指导员赶忙出现拯救了男主 而他抽险部队的李荣浩 仿佛到了天堂 带着寒食料理一顿猛塞 看到被欺负的新兵 还主动交新兵如何擦鞋 一分操作远哥都惊呆了 被指导员救到牧场的男主 也发挥了自己的序幕专业特长 一好小野诸侯 又着手布置了充满情节的家勤房间 将各个房间收拾得绚丽多彩 再加上动感的BGM 夜晚躁动的家庭深处们都来了精神 来了个彻夜升格 次日积鸭鹅居然真的下了无数个蛋 累得公鸭直呼扛不住 直接解决本国粮食问题 领导隐寒热烈的暴重男主 称他是千年一遇的矿石奇才 要将他推荐的首都的干部学校 听到这儿 其他战友都羡慕坏了 男主和指导员却脸色大变 为了不被带走培训 小胖子使出阴征 卸掉互动车的重要零件 信心满满的说 这下一定走不了了 但准眼车子就完好无数的开走了 指导员只能劝男主 从此归顺朝鲜 说不定就此改变命运了 但再有几个月就要退款的男主 此刻只想回家 欲哭无虐的他 后悔不该如此出头 而此时在寒映的李荣浩 也陷入了困境 李荣浩与队友出去巡逻时 战友不小心踩到朝鲜方的地雷 熟悉地雷勾搭取的李荣浩 直接上前 小心一张地雷排除 拯救了战友 于是听门此时的领导 在食堂找到了大块朵椅的李荣浩 面对领导的详细问候 李荣浩只能瞎歪 自己老家的德国 对韩国不熟 领导就要李荣浩 用德语回答 为何放弃外籍来到朝鲜 被逼无奈的李荣浩 值得硬着头皮 背诵起德语电影中的台词 杨浩 一番牛头不对马子的台词 经少长翻译后 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也获得了上次的肯定 李荣浩一脸懵逼的被大家表扬 同用二脸懵逼的还有男主 他正作为左国的好瞄子 在阵友们的家道婚姻中 被送去首都平壤 男主一边接受祝福 一边开心的狂闪自己嘴巴的 就在他气得分白眼之时 李荣浩的妹妹小妍却拦下了车 原来是他找到政治部 体重用录视频的方式 传授饲养家庭秘诀 成功留下了男主 男主被小妍的美毛吸引 看向他时四周都泛起了幸福的泡泡 接下来男主手把手教小妍挤奶 饲养生畜 小妍也很喜欢这个憨厚老实又博学的大男孩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一心想送妹妹出责了李荣浩 此时不知道自己家也经被偷 等等 大家是不是都忘了出门对紧的小跟班 此时他让草木皆兵的按照指示上了地铁 却因为太在野当中之物 时不时就要把玩一份看看有没有丢失 导致路人都将他当成变态 左道之处都会遭到路人偷拍 被放到网上示众 等到排除万能到达领角银行时 宝安上来就骂他变态 小跟班以为宝安要来抢彩票 吓得手机掉了都不敢捡 就逃出了银行 在这网上冲浪的寿长 也看到了热搜社的小跟班 给他打电话还没人接 气得队长赶忙不打手摇电话联系抽携 没想到电话却打到了保卫指导员老妞这里 没死的老妞也看上了小妍 他送给小妍一瓶擦脸油 想借机开了点油回去 没想到看似柔热的小妍根本不是这套 折地还了老妞一套军体拳 打得他倒地抽搐 小妍收招出门 碰到偷天的男主 立马变得柔情似水 邀请男主去喝咖啡 想过来的老妞 听到手摇电话的声音 还以为自己被打的产生了幻觉 她对看热的男主怀恨在心 翻看他的资料想了解他 却看到男主入伍那天 军营中并没有分配士兵 邪恶的老妞立马找到男主 咱俩句话掏出男主 根本不是朝鲜人 老妞立马叫来小妍 质问他哥哥李荣浩最近哪去了 并掏出枪威胁男主说实话 见此情景 机制的小妍装作又与奸细同归于心的样子 趁机抢过枪 将老妞撞伏的抢上 听到声音的指导员赶来 发现了破枪后的手摇电话 他由小妍先带男主走 身为特种教官的指导员 决定自己留下来解决老妞 两年走后 他拿出手游电话联系了韩国 告诉他男主已被朝鲜发现 要韩国找人来接应 而男主临走前 又却牧场与前段时间 朝夕相处的小妍告了别 小妍拜托他 把小野猪犯规大自然 随男主跨越编辑线 离开了朝鲜 此时指导员老妞在军营中 准备扣切除阻装枪手艺一决胜负 没想到老妞嘶吼不出 原来他之前在狙击队待过 两人放着狠话开始决战 手上却生疏的一批 都把灵教掉到了地上 指导员组终好后 老妞却夺过子弹偷协了指导员 还好 少长通过网络查得小跟班行踪 这伙看对不了讲后 索性放飞自我 走到哪吃到哪 都快变成美食博主了 少长打通刀销面电的电话 逮住了小跟班 他用尽洪荒之力大骂小跟班 一冲莫山的小跟班 却被彩票中介盯上了 路上所有人再次来到取水厨聚集 李荣浩看着妹妹与男主亲密的样子 顿时明白一切 好住男主一脸要杀了他 男主礼貌的喊李荣浩大舅哥 气得李荣浩想吃了他 二人好容易被小颜吼开后 小跟班居然背着一袋子钱进来 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看到钱的大家激动不已 原来他碰上的中间并不是骗子 女老板提出想看看彩票时 小跟班把手伸进了裤兜 吓得女老板要报警 小跟班再也忍不住了 哭诉着这一路上被人误会 不敢上厕所的心酸 还好最后成功领的钱不如使命 这时老娘却挟着的指导员 来到取水厨 小班告诉他 这些钱大家可以平分时 老娘却射得大张口 要所有钱都归自己 任由所有人劝说都不管用 说吧拿起背包 准备杀掉所有人 哪知这时野猪妈妈 羞的小野猪的气味来到了这里 冲上装钱包上挂着的小野猪围巾 居然将背包挂在身上跑了 老娘急忙跟着跑出去 结果踩到地来被炸死了天 钱全被野猪带走了 众人白忙活了一通 垂头丧气之时 小跟班又把手伸进了裤裆 他居然在身上藏了40万美元 这事居然还有反转 寿长立马批给小跟班四天假期 分轮后双方一边20万美金 虽然钱没有支钱多 却足够解决美人家座的困难 双方换回衣服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道别 他们都希望再次见面时 不是在战场上 而是在统一后 男猪也恋恋不舍地 与小野女神道了别 二人互相祝福后 隐含热烈地离开 回走了自己的祖国 野猪也成功找到小野猪 只是不知道那头钱究竟哪去了 远哥也想去找找呢 四十五分之六 有名乐透大作战 豆瓣评分7.7 IMDB评分7.2 本篇从故事构思到演员表演 处处都有秀点 与独行夜球那种 脑你嘎吱窝的硬搞笑不同 属于润无戏无声的搞笑 是2022年韩国为数不多 值得一看的喜剧片 本篇情感线 主有体现在朝韩两军 在彩票事件中建立起来的情谊 其中还包含着 韩南朝女的爱情线 结尾画龙点睛 紧扣两国人民热判统一大命题 将影片的主旨升华 本篇除了男主曾演过 请回答1988 是个熟面孔以外 其他角色都不是很出名 正是由于演员阵容的陌生 才给观众带入了更多新鲜感 剑拔弄装的朝韩两国士兵 因为小小一等彩票开始合作 朝鲜士兵在韩国兵营中 背诵德国电影台词那段 是全篇中最搞笑 煽情道 寿长一本正经的翻译 暂时的士兵军官 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种反差盟 令雨隔笑喷 最后两军隔空遥望 通过喇叭传情达意 人与人的情谊 与国家之间的纷争 无法融合 气反又令人泪目 近些年 朝韩提出的韩国电影 越来越多 但这类电影 或多或少 都会有抹黑朝鲜的成分 本篇中 也有朝鲜人知识匮乏 生活贫困 娱乐方式缺少 一部德国电影 李荣浩都能看到 倒背台词 军级严明 上来就要难躲 胸口最大时的训练 而韩国拥有分室的伙食 表现韩国物资极其丰富 这也真当大家不知道 不怼锅的由来吗 包括后来遇到的问题与麻烦 依然相等稳活 大家对两种国家形态的 理解和想象 朝鲜这边 是猥琐的满嘴高调 实则捏祸着 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 韩国这边是毫无借信感到 无求见侵犯 个体隐私的网络暴力 韩国真的很会拍 这种讽刺味道满满的 真实收回现象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报根不易 辛苦大家动度消除准发 评论 点赞支持下 月光感恩